嗨 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喔 今天的主题是 乐天网银 七天骑优利存款优惠 又来了 除了30万之外呢 他给你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10万 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今天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市场上很不错的消息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最近就是很容易就是天下红雨 就是忽然间就有银行又做加码 但是呢 这种加码都是需要你拿钱去存的 如果你本身 可以运用的闲置资金不够的话呢 我觉得就会蛮可惜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在可以的范围之内 尽量多存钱 然后这些钱在你的账户里面 其实都是可以任意去挪移的 比如说你的钱 现在最主要都是放在 比如说大户好了 那看我有活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从大户移出去 解个任务 好 七天之后再回来 哎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我的主力资金 主要是放在Banky嘛 那我Banky里面的钱呢 其实都做好了 存网营的约定账户 所以要转个多少 这个活动要40万 40万总之去瞬间就出去了 对于我来讲 我就是跑一趟分行 然后做好约定账户的行为 接下来只要任何一家存网营有活动 我都可以从我的主力账户 然后把钱汇出去 所以如果你们要 就是参考我的这样的做法 请你就是 先确认你自己的主力账户是哪一个 比如说你的主力都是放在永丰大户 那么你就必须要跑一趟永丰大户 把你其他可能会用到的银行账户 都做好约定账户 约定账户一天最高 好像可以转200万到300万 一个家银行的这个约定 而不一样 所以你要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条款 但基本上200万是有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要把钱从三家存网营 转到我的任何的户头 都是OK的 因为我有提升我的权限 到第一类账户 所以是可以从存网营的APP 这样子做转账的 只要约定好账户 那一般的传统银行的账户 也是要跑一趟分行 做好约定 之后呢 你就可以像我这样子 就是如鱼得水 就是你的钱就随便移动 只要哪里有高利 就往哪里存钱 这是最简单的 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这一次乐天网营的 七天优惠存款要怎么玩 很简单 他这次的活动呢 跟上一档 也就是四月底到五月初的 这一档活动是一样的 上一档活动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 他很简单 就是丢三十万进去 乐天的户头 设定定存 然后呢 七天期定存三十万 可以拿三%年息 所以你这个钱呢 比如说你在六月八号放进去 六月十五号 过换日时间点之后 六月十六号 你的三十万 就会回到你的账上 然后再加上 一百七十三元的离息 所以这次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这次的专案活动期间呢 是六月八号到六月二十九号 一样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可以让你去解任务 也就是说 你在六月二十九号 最后这一天 六月份的营业日的最后这一天 你来做约定存款都来得及 然后他会在七天之后 也就是七月六号 他就会把钱呢 本金加利息全部还给你 每个人在这个活动期间 只能乘坐一次三十万 跟一次十万 怎么说呢 因为上一档活动 只有一个三十万而已 他这一次呢 有做卡码 就是除了三十万之外呢 他给你另外一个选择 叫做十万 所以如果你有四十万元 你就可以乘坐两笔 一笔三十 一笔十万块钱 那一样就可以拿到 就是分别的利率这样子 简不简单 我个人觉得很简单 你只要搞定那个你的钱 怎么把其他 从其他银行户头汇进去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在网易的APP里面 操作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个应该不需要 再做额外的教学 我相信存钱拿利息 这应该是我们台湾人 最喜欢做的事情 包括就是我 我这边所有的受众粉丝们 都会跟我一起这样做 至少我曾经办过一个活动 就是针对上一档 这个优利活存的活动 我让大家三%变六% 怎么做呢 就是你只要跟团 那么你来回报 你拿到一百七十三元的利息之后呢 我就从这里面来抽出三个人 每一个人就是给你一百七十三块的利息 这样你是不是一七三的三% 就变成是六% 那就变成是多少 三四六 这不是还蛮爽的吧 但是他有几个前提 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跟团 第二个你必须要存三十万 拿到利息才可以参加我的活动 所以他其实是蛮高的一个门槛 但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就一开始就看到有优惠 我就开户来 我就不能够拿到优惠了 那我觉得这不是废话吗 因为我的活动是 我从银行给我的纠团回馈里面 拿出一定的金额来办活动回馈大家 所以这样应该没有话讲 而不是说 我有额外的 比如说业配 然后他给我一笔钱 那我再拿这笔钱来做活动 那当然就不限定是否要跟团了 但是像这一种 我的金钱来源是属于纠团收入的 我就会针对有确实跟团的人 来做活动回馈 所以我的玩法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一次会不会做呢 其实这一次也会 我算过了 如果你在6月8号存40万 那你6月15号时间结束之后 6月16号你会拿到3%的年息 一共是230元利息 那本团一样会让你3%变6% 所以我会从纠团回报的人里面 抽三个人 每个人 你只要有回报230利息 我就帮你翻一倍 所以我就是给你 再230元的现金回到你的户头 所以我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成本是多少 230乘以3 所以690 所以700块也还好 因为700块大概就是 四个人的纠团奖金 只有一个人是200块 只有四个人可以拿800左右 所以我就拿这个钱出来办活动 其实也不错 然后也可以促进就是 很多人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参加活动的人 你就可以来 那我们的活动规则 其实不困难 就是0到999人上车 我就是抽三个 然后每满1000人 我就是再抽三个 然后依序 对 因为现在本团 乐天上车的人 大概100左右 所以其实人还蛮少的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趁他们的游戏规则 就是新的活动上线 我们就来借力实力 推广看看 那这种东西 其实完全都是不讲求 一定要充多少多少开无数 因为对于我来讲 这个没有必要 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没有人上车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 把钱撒回去给我的粉丝 这样就好了 那如果你自己对 这种类似的活动 非常有兴趣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 将来的开户跟存款活动 记得都要跟上本团 那本团的话 因为这三个存网营 他们都是有 某些规则 可以让你去做查询的 像乐天 它的APP里面 就可以查询 每一个人上车的情况 跟时间点 所以我是可以一一做核对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将来比较麻烦 是将来只有提供你姓名 或者是你的绰号 然后再加上你的开户号码 所以它会变得比较难查询一点 但是要花一点时间找 其实也可以 所以这是可以查询的 比较令人觉得讨厌的 就是Lightbank 它没有做查询机制 所以我必须要求你们 自己打电话 或自己写信去问Lightbank 然后你们可以查询 有没有跟团 但我不能查询 你有没有跟团 然后就有点匪夷所思 所以你们查到资料之后 截图回报 那我就确定你跟团 那就符合资格了 所以其实都是可以查的 那只要你完成了一次回报之后呢 会得到一个自己的上车回报的序号 那这个序号 你只要在参与 接下来的每一个活动 只要回报这个数字 就永远符合本团上车的资格 那接下来不定时推出的这种 所谓的利息加码活动 我都会举办一些不定时的额外加码活动 能够让大家就是多捞一点回去 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 那你们也知道 纠团上车一个人也不过才送50积分 50积分多少 就是等于是小七50块 其实蛮少的 但是如果你抽中 哇天哪 你的利息一番就是多173或是多230 那就很有感觉 等于是你把我这边的纠团 我赚的奖励全部都带回去 然后连本代曆带回去 我就觉得 这个应该中奖的人会超爽 那我办的这种所谓的额外回馈活动 都是你不用再来跟我讲说你得奖你要领奖 我只要抽出来是你 我钱就直接汇到你户头 所以这个呢 是那种非常非常爽快的这种游戏规则 我也相信就是 这样子的活动应该能够 对大家起了蛮大的这种 所谓的触动的影响 就是好像有点想要开户 对那开户活动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是 我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愿意就是额外再多花一些时间 来设计活动回馈大家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做 因为KOYO通常都还蛮忙的 他们可能有要接广告 接业配干嘛的 所以他们不见得有时间 来做这种回馈粉丝的活动 但对于我来讲就是 我喜欢回馈粉丝 所以我会做这种很有趣的活动 然后来增加触及率 增加上车的人 那最后的回馈也是 十足十 十成的回馈 到你的账上 这样是蛮好玩的 但是呢 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回归于一个根本 就是你要能够开户成功 你要有钱存款才能够参加活动 所以这一切的根源 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征信报告 你的信用报告是否良好 如果你短期之内开太多户头 这些存网银账户是可以拒绝你开户的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忍一下 你可能要等三个月 也就是过了九十天之后 你的联征记录已经清空了 没有那么多被调阅联征的记录之后 你再来申请开户 比较容易成功 成功之后呢 你也必须要放钱存钱才能够拿到利息 那才能够参加活动 所以这是有一些门槛的 但我觉得很少的部落客就是在送现金 因为送现金应该是违法的 因为银行说不能够吸金鼓励开户 对照理说是不行的 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就是 你们能够享受存款拿到利息的乐趣 然后也能够享受这个加倍的这个游戏玩法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愿意就是把我额外赚的钱回馈给你们 但有没有吸金呢 我其实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存钱 你会不会拿别人的利息来回报 我也不晓得 所以这个就对我来讲 我就不是我在乎的范围 因为你存钱那也是你的钱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清楚的部分 那接下来有没有其他有趣的活动 那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我只要有额外的收入 我都很乐意办活动来回馈粉丝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